大家好,欢迎来到 Music Union 的频道 今天又只有我一个 为何又不见店长呢? 多才多艺的店长 今天就化身送货员,就出去送货 之前我们说了不少CAS 东西 有些朋友问,为何不说黑胶东西呢? 我们今天就说说贴对的黑胶器材 Cambry 这个品牌产品 我经常说它的性价比很高 包括我手上的唱头放大器 而Cambry 的唱头放大器 最入门的版本就叫做Solo 而我手上拿着这个就叫做Dio 其实我觉得它的名字改得很好 单看名字你就知道为什么 Solo就是单的意思 它就是支援MM唱头放大 而Dio就是打包齐来 它就支援MM和MC的唱头放大 所以有两组设计 我从外观讲起 以$2400的定价来说 它给我是一个很紮实的感觉 而最美的部分就是前面版 它的磨砂式是有高级机的感觉 而它的设计很简洁的 开关键 这个是MM MC Selector 中间的船楼就是控制耳抗的大小声部分 至于它的机背 由于这部机是支援MM和MC唱头放大 所以有两组输入 MC、MM 而这个就是接地 用黑胶当然要接地 而黑色的按钮就是调校左右声道的平衡 但很少说是不平衡的 将它置中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RLCA的输出 有一个东西我要赞一下它 它用IEC的电源插 一般入门的器材 它通常是跟火箱给你的 如果它跟机一齐放在机架上面 就好像很睹眼睹鼻一样 如果放在机架后面 就摔左摔右不知如何 用IEC的插头就好了 简洁、方便 你站在某雨夜我心爱别你 自信以众哭入作涂眉 仍然情深我未淡忘 巡礼打开轨给大家看 在里面不要看它 两千多元售价 整块都填满了密密麻麻 这两份就是放大 MC、MM 这些都是输出部分 由于行SMT的关系线路很短 主供电部分 它也不是妈妈呼呼 做了一个仓给它 有瓶币和绝缘 主要唱头放大器 在今年的英国WARD Hi-Fi雜誌 是拿到五声掌的 可想而知它的质素是差不多的 至于声底方面 一贯劍橋是声底 清通、爽快和音乐感 而黑膠方面要求的动态和细节 我觉得可以 有一件事我又想提醒一下 Gio这个唱放背景是十分凌静的 很少入门级数可以做到这么静的 如果大家在用入门的黑膠盘 而在用内置唱放 又想升级黑膠系统的话 第一件事我建议是先升级唱放 第二件事先到唱针 而在这个级别选择的话 我相信Gio也是名列前茅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这段影片 记得订阅我们 如果大家想碰到女老板 多说些东西 记得留言告诉她 你会知道 离开Gio最终的日子 就来找我们聊聊天 拜拜